這個名副其實的水龍頭很有趣 究竟在哪裡呢? 原來是在有280年歷史的薄芙林村 薄芙林村最出名就是武火龍 每年都會摘火龍 土生土長的村民吳剛乾 將會聯同長春社的CAMMY 一起度上家後花園那座山 行程在薄芙林郊野公園開始 吳剛乾沿途會說夏村民小時候 究竟玩些什麼 三個上來踢球 有時放下紙繞 但他就開探 有些原生物種已經消失了 一個牛房有和草 它會引到很多其他牛 還有其他物種來 不過環境不好 你起了樓 根本棲息不到 牛奶公司19世紀末 在薄芙林興建大型牧羊牆 不過到1983年就正式關閉 牛差不多是一齊大 冰淨和中華廚藝 一堆都是牛房 我們沿著郊野公園的路段走 不時都會見到 從山上往下流向水塘的水流 令我們感受到一陣陣的良意 繼續走還會見到 神運客自己搭建的小型觀音廟 吳剛乾圖上見到馬英丹 馬上提到小時候割傷的時候 都是用它的葉來止血 但一直稱呼它為臭金鳳 譬如好像這棵 它們小時候是圓壁仔 我們就說回 它有證明的叫樸樹 他們說完小時候的故事之後 我們就介紹一下 樸樹在香港算常見的 它亦是香港的原生樹種 村民小時候還會用樸樹紙 做迫拍筒的子彈當成玩具 他們亦都說 他們小時候爬樹 好像剛才說的 整丫叉 或者去捉雀仔 我們當然會透過讀想團 要保護雀仔 這些植物在家庭公園範圍 不可以隨便採摘 走到尾聲回回入村 這裏是村民小時候會來洗澡 婦女會來洗衣服的水井頭 村民在出水位 加上由吳江堅 和學生一起集的火龍頭 真是挺有趣 行程最後來到這個草路 這裏是當年牛奶公司 冬天用來草醬草餵牛的地方